那你现在这么哭 会让人有一种误会 是你不舍得他 你是后悔的吗 我现在不是后悔他 我现在四番走到原来那房子那个 我都要着走 为什么 害怕还是伤心 是什么样一种心理 我不想提往事 过去就让他过去 关键是你没过去 我们女嘉宾 你感觉我们男嘉宾 现在的状况是过去了吗 没有 他还没有完全走出来 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过去 能够翻过去这一片的 但实际上能不能翻得去 就看你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还有没有感觉 就看你聊起这个事的时候 是否能够坦然地去面对 你相当于是给未来的你的 另外一半一个交代 这些事我真的过去了 我真的过去 其实他这个人就是传统 特别传统 他内心是接受不了离婚这件事的 尤其回想过去的种种 自己又受了那么多委屈 刚才叔叔屡次说 上次姐妹也提到了 去到原来那个家 他自己名下的房产 就他前妻和他女儿先住那个 为什么总绕着走 他总觉得我还高薪收入 周围朋友同学都很羡慕我 都觉得我是 所有八堆里找着这个女朋友 找了这么一个 他自己说的 找了这么一个主 跟我过成这个样子 把我都毁了 好像女人经常说男人毁我 他会觉得这个女人 把他后半生给毁了 所以我认为叔叔 现在是沉浸在那个情绪当中 走不出来 而不是说沉浸在那个女人的感情 当中走不出来 所以我还是希望 阿姨们姐姐们也好 一定要给叔叔一点点时间 你要说他没忘记那个女人 那他为什么不让女儿争取 让他俩复婚呢 而且叔叔说了 就是他回头找我 我也不会跟他复婚 只不过这个坎 他现在确实需要外界的力量 帮他跨过去 很可怜的 但是你没有权利去要求一个 跟你苏未蒙面的陌生的女人 去陪你度过这个坎 而你来爱的选择 恰恰就是要找一个这样 能够陪你度过这个坎的人 你要是自己 没有这个决心的话 谁也帮不了你 真的 只能靠自己 决心我有 决心你有 自己得解开 别人解不开 我记得您跟我们说过 你离婚三年 但是分居五年 先是分居了两年之后 才离的 对 那分居的这两年期间 你为什么不选择离婚 刚开始那时 孩子正要上中学 我外孙女正要上中学 又 她带补课又啥的 我一喝去闹这事 对孩子也有影响 哎呀 外孙都那么大了 那后来 他是出于什么原因 考虑非要跟你离 他提出离婚是为什么 他说和我过够了 刚才你一提到 他说跟你过够了 这个词的时候 你哭的是最伤心的 是因为他说跟你过够了 你才伤心吗 你觉得你没有错是吗 怎么说呢 我这意思 他别说 他说 他有话说不出 我觉得你现在 你现在需要调整 我是这么觉得 你现在还需要调整一下心情 然后才来 来到这种 是不是 你还没有完全造成 完全放下了这段感觉 你可以就是很坦然去 面对 我觉得女嘉宾对话说特别对 因为当我们谈论这件事情 像谈论别人那件事情的时候 当故事讲给别人听的时候 你是彻底放下了 因为有很多时候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觉得 为什么我们自己觉得 自责或者说是我怎么觉得傲伤 我怎么这么倒霉 是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亏了 对 他心有不甘 就是不甘心 当时你分居的时候 你是自己出来的 还是被他撵出来的 我自己出来的 那你就没啥难受的呀 你自己出来的 你不想跟人好了呀 我想我为这个家做了这么多 那你为什么要出来呀 为什么为家付出是应该的 你知道吗 是两个人共同 你为家都是应该的 包括你的爱人也是应该的 他为家也没少付出啊 就是一个家庭付出 不要说你为他住 这个家是所有 两个人都在付出 不要去那么想 对对 就是有那个折 你其实有折应该是付出的 没有毛病 对对对 以后不要这么说话 就是你为这个家 不要认为你付出这么多 然后你付出也是应该你付出 是你的责任 你必须要付出 你就觉得你不甘心 是不是你付出这么多 然后我最后走到这一步 你会不甘心 你是这样想的 对不对 但是你就觉得 我是个男人 我这个家付出是应该的 不要再想你 你不甘心这个问题 你为了你女儿 为了家庭付出 那不是很正常吗 你得想到你未来的生活 需要什么样的崇敬 或是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对不对 作为一个男人听我说 这不论半个人 这有风度 男人也有 男人就是扛 家庭过去就扛那两个人